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继续鳄鱼小玩皮爱奇导第二步 这里是游戏的113关的 也是后边的几关 这一关属于是不可触碰关 这个开关也不能摸 鸭子也不能摸 但好在的是两边的两个水利风扇 以及中间的这个开关是可以触碰的 那么无限挖掘关 我们可以选择自主的去挖掘这个水局 可以绕过这些鸭子 因为本身这个鸭子也不是必需品 如果你把鸭子吃掉的话 那么游戏必然会失败 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这的话差不多 利用右边风扇把这个水给打上去 但是好像积攒的比较多啊 不着急 咱们稳中求胜啊 好的 全部水源涌向小玩皮的浴室 让他高兴的洗了一个热水澡 那113的话还剩下一关 这一关是变换关的 因为图标是一个问号 究竟可以变成谁 我们看一下 星星闪过 可以通过鸭子观察 那么是大顽固 大顽固的话 就要需求的是紫水 那么鸭子也是绿鸭子 所以说紫水需求 紫水消除是没问题的 然后就是这里 把它给送上去啊 一定要送上去 过去了 非常给力啊 然后就是右边需要挖开 挖开以后 把这个水利用右边的风扇打上去 这两个风扇要注意是可以移动的 有很多人玩这一关 却不知道怎么过关 因为你没有去动这个风扇 因为这个风扇是比较掩蔽的 有的时候不注意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干什么 然后就是通过控制两个风扇 以及右边的这个水龙头 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位置 释放腐蚀液 来让这里凝聚更多的力量 那么需要再次拖击一波 因为这个炸的还是比较随意的 腐蚀液上毒水 也是可以把任何东西全炸掉的 只要打开外藏的这个紫色的硬壳就可以了 里边咱们要注意 千万不要用多这个腐蚀液 这样的话才可以完整的帮助大丸柱去收集它的鸭子 因为这个毒鸭它是具有毒水免疫效果的 但遇上腐蚀液 任何鸭子都难逃一词 好 咱们来看一下114 这一关是无限蒸气关 那么蒸气关主角是爱莉 所以说无限蒸气关 咱们是从下往上走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无限水源关 就是小鳄鱼跟大丸柱 它们两个是清水毒水 就是从上往下走 这个水是从上往下流 气的话是从下往上飞 这一关整体没有太大难度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规避这个炸弹 如果你一个炸弹也不炸开的话 也是过不了关的 需要有一个位置 就把这个用炸弹把这个墙炸开 但前面我们需要留够足够的蒸气 才可以为我们后续做铺垫 所以说这个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因为这种无限蒸气无限水源的这个无限关 基本就是一个熟路的过程 如果你对这个路不熟 就容易比较坑一些 还好这个地方爆炸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 这个蒸气又都上来了 这个位置避开 避开它然后往上走 左边的这个蒸气要稍微慢一些 需要加快了 那么这个游戏的话 我依然给出的是五星加评价 非常给力 乐意选完皮越往后玩 其实是更好玩的 这个位置就必然需要炸开了 快快快 咱们就蒸气了 炸了以后蒸气又上来了 漂亮 吃到鸭子达到顶端 那本关也就结束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完成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